霹靂小組鎖定民宅 攻上樓上這處出租套房 部下天羅帝王等待時機成熟 破門而入 手持盾牌一擁而上 手稅中的嫌犯當場驚醒 還來不及反應 就被壓制在床上 動臺不得 更別說想拿到 藏你的槍枝 警方在抽屜搜出改造手槍 子彈 還起貨毒品海洛因 安非他命等相關 證明潘信通緝犯可是南部大要頭 身上背的案子就有四條 逃亡期間為了躲避警方的追氣 不定時更換藏匿據點和交通工具 更怕毒品遭遇時被黑吃黑 所以槍不禮聲 重大毒品通緝犯擁槍自重 隨時做好火拼的準備 卻沒有料到會在熟睡時栽在警方手中 爽逃也逃不了 狼狽落望 華視新聞掃清 劉安生 謝雨昕 台南報導